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交易人生 我是高维旭 目前大盘 涨44点 未来的行情路况先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往上 但是前面是一个复杂的形态 既然是复杂的形态 现阶段你的交易操作的股票跟现金比例 应该做什么动作 我一直强调你要看到行情路况 你才有办法在这个交易之路 走得比较长久 而且你可以欣赏到的风景 会比看不懂交易之路的人来得好 看了风景才是美丽的 9月底11月初 我跟我会员报告 跟您报告11月11月12月 请你准备要重压持股好好赚一波 因为行情路况即便是往下 个股都要偏多操作 当时的情形 现在都已经在验证了 投资朋友都验证 那未来 现阶段你的股票跟现金比例 你要做什么动作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航行往上但是前面是复杂的形态 所以现阶段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 减码持股 航行路况人见度也有 但是不是太明显的情况之下 你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之前我们波段布局的股票 要先获利落贷 放在手上 把现金部位拉大 你懂得进退 你懂得看行情 所以你的持股跟现金比例 你会懂得进退 你会发现 其实交易它是一件 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多数人为什么觉得交易是很痛苦的 因为涨的时候很开心 跌的时候很悲伤 然后不断的安慰自己 找到同温层 所以这个负面循环 你的交易的成果 交易之路会走得比较坎坷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因为有跟交易无所畏惧 这是前提是你看不懂行情路况 前提是你看不懂行情路况 在谈交易 我们不是不会输 只是我们尽量维持一个输少赢多的局面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每一组会员 普通会员特别会员 就是两档股票到三档股票 行情如果很热很热的时候 顶多多一档做短线价差交易 大概就维持二到三档股票 可是行情路况现阶段是要减码的 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回收资金 也顺便获利了结 把现金放口袋 等待下一次可以的交易位置 我们再进去 所以我们做什么动作 不是不会输 只是尽量输少一点 赢多一点而已 12月10号 福茂 市价出清 回收现金 昨天大跌100多点 但是我赔5% 我赔5% 我赔5% 普通会员的三档股票呢 卖掉福茂 再卖掉什么 再卖掉 金像店 手中只剩一档股票而已 金像店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们就是把它获利了解 投资朋友看一下 9月27号 金像店买进 11月11号 加码 11月14号 新会员买进金像店 以此有会员不用再买进 买完之后当天涨停板 绝对没有所谓的做短线加差交易 要都爆破断 11月30号 我们再加码 要买到满 11月30号 买到满 金像店 这个位置在这里 董事朋友 11月30号在这里 我说会走12345 刚时在第四坡的修正坡 我们只做合理的交易动作 我们只做合理的交易动作 11月30号 接近违反的时候买在这里 买完之后 12月6号股价创新高 最高在14.55 最高在14.55我们只做合理的交易动作 所以我们在9.01分我跟会员报告 股价创新高 股价创新高 手中持股 市价获利出清 会成交到14.2付近 买卖单都有啊 你要买多少就可以卖多少 问题不大 重点在这一边 放大一下 谢谢 每一组会员 普通会员 新进会员就有会员 这些投报率绝对都跟你有关系 不会我现在讲的 你手中翻一翻 我怎么没有这张股票 其实都有大部分 全部人都有 我可以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的技巧是实实在在的 金像店卖完之后 一路下跌 跌到9.09% 你看金像店现阶段 跌回1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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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朋友 该进折进 该退折退 因为有跟交易无所畏惧 不是口号 我一再一再的实战 给投资朋友看 实际上的操作是什么样 我们有很多股票 所以很多股票如果涨停板 我也不可能拿出来讲 因为我没有带会员买 我没有带会员买 我就不会在节目上说 我的股票就很单纯 该进的时候我们进场 该退的时候我们退场 有机会的股票 我们继续留着 没机会的股票 我们也很快速的去做一个出场 保留现金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操作 所以 看得懂行情路况 是先决条件 现在是什么位阶 降低减码折股 你有沒有做到 该退场的时候 该退场的时候 你还不要去做一个退场 这些你都看不懂 所以你也会变成这样 大多数人必须输 我的节目没有很情绪化的字 或是很夸张的形容词 我都是比较忠实表达 因为我不希望你看我的节目 会受到情绪化的影响 看我节目受到情绪化的影响 如果你又不是我的会员 你很容易做错交易的方向 你一定要做错交易的方向 投资朋友 你看这一段时间 从6月到现在 7月25号 26号 你做错方向 你先受伤 视白点 你做错方向 你没有卖股票 没有解码股票 500点 你没有解码股票 第三个卖点 1200点 反摊 你没有再卖一次股票的话 很抱歉 就480点 你能有多少本钱去消耗 这就是重点 所以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实实在在的交易 你认同我 你会交我的light 你不认同我 你也不会看我的节目 你也不会看我的节目 但是重点来自于 你认同我 加入我的light之后 你必须要跟我去做一个聊天 我才知道你在想什么 如果你都不告诉我 你只单专存成加入我的light 其实我的light 你把握两个跟我联络的管道 第一个是light 第二个是公司联络电话 我是高维旭 祝大家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云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